我们这里 这一个的 叶长是2米1 叶高是700 就 2米1 这个是 700 加叶的是10根 28的 再再用一个 这符号把它给分开 因为是什么呢 如果是半边 干净加叶的话 他就是写一个就行两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 分隔开 这样子就把两边都给输入进去了 两边都给输入进去了 就是这样的 这加叶进去 这个呢 乌矿29 叶也是 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乌矿29 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他 选择他之后 选择他之后 我们 选择他然后点一下 看 应用到同名称 量 应用到同名称量 点一下 右键确认 然后应用到一道同名称量 就把它给应用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乌矿 这边 这一根是没有原位标注上去的 因为他有一根是有了 因为他有一根是有了 这一根就是把名称写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根和这一根的配金信息是一样的 他没有单独标注是一样的 这两根 所以说我们应用到同名称量 就把它给应用到同 这里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一样 这根也是一样 这根也是一样 点击一下 表注把它给旋转一下 然后呢 把它给 弄到 这里来 然后进行 我们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输入 就是夜长 夜长1米5 夜高500 然后加夜干净 也是九根28的 好 这样子我们的 加夜干净 加夜凉 就化完了 四根加夜凉都化完了 大家可以利用点时间 利用五分钟时间 把这个给化一下 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 询问 好多好 most 就会有什么好看的 我会有什么好看的 就会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那么后